1910年11月12日 华罗庚出生在了江苏常州金潭区 因为小时候特别调皮 成绩也不好 他连小学的毕业证书都没拿到 而只得到了一张修业证书 后来他就读于金潭县里初中 一位名叫王维克的老师 发现了他在数学方面的天赋 便着重培养他 而他也慢慢地爱上了数学 但初中毕业后 他去到上海中华职业学校 仅学习了一年 就因家境贫寒 交不出学费 被迫辍学了 所以这位后来想遇全世界的数学家 华罗庚实际上一生都只有初中文凭 且他在小时候 因为喜欢动脑筋思考问题 时常会因为太专注了 而被小伙伴们戏称为罗呆子 从学校辍学后的华罗庚 回到家乡帮父亲经营杂货铺 但此时的他 已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总是因为太专心 研究数学问题 而忽略了杂货铺的生意 气得父亲甚至将他的书本或草稿 扔进火炉里 1927年 17岁的华罗庚和吴小元结婚了 但婚后两年 他就因染上瘟疫 落下左腿残疾 连走路也需要借助手章 不过所有这些幸与不幸 都不能阻挡华罗庚 研究数学的决心 他总是天不亮就开始 点着油灯学习了 而且一学就学到深夜 当然 华罗庚的勤奋 也换来了好的结果 他从1929年起 就在上海的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 1931年 就进入了清华大学数学系 担任助理 并一步一步成为了 世界级的数学大师 要说这三国中的吕布 从未杀过议员大将 却被后世增为三国第一 就因为他有一个纪录 无人能过 什么纪录 你知道吗 感兴趣的朋友 可关注探秘历史 回复旅步 即可观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